你足的回臺 隔離情況 好像是7個人 是不是 好像大家有人講8個7個 但我們在跟 跟教育部那邊他們在釐清這總共有7個人 那我們預祝他比賽順利 目前都是輕症 或者是沒有症狀 那回來的時候 當然要照著我們國內 本來的一個防疫的規定 那確診的會到加強型的 集中的防疫旅館 那其他的還是要落地採檢 那陰性的也要到檢疫所 那陽性當然到加強型 那當然我想他們都 給國恩帶來一個很好的一個春節的 禮物 那我相信教育部體育署這邊會做 最好的安排 部長 不好意思 您是再請教2個問題 那剛剛有提到女族的確診者的回臺 的檢疫 還有在當地的染疫 那我們想 確認一下說 他們醫療專機返臺 他們在 搭乘上是怎麼樣的分流 這個部分 指揮中心可以有什麼掌握嗎 那第二題想請教就是說 關於這物流公司的這個群聚的問題 因為網路上現在有盛傳 有很多人都收到LINE的 訊息說這14天有物流群聚的那一家便利商店 不要去 因為物流貨運車物品全台來往 還有提到這個包裹運送的問題 那這個 這個部分還是有民眾會收到這樣的訊息 然後也有民眾很擔心 那這個部分指揮中心有 什麼樣的掌握 謝謝 第一個當然就是來 我們當然有一個窗口 給教育部 看他到時候在坐飛機的時候 根據他的一個倉位 怎麼樣做一個適當的 分流 當然是染疫者跟非染疫者 當然要做一個 很明確的分流 那因為是整台的一個包機 那所以我們當然會根據在後面其他非染疫者 當然要適當的距離 那可能平常接觸比較多的人 坐比較近 沒有接觸的人 坐比較遠 不過這要等他的一個 等一個座位在出來之後 然後另外 當然也不排除就是說 另外有新增的染疫者 那直接到最後要上機的時候 才能夠做 清楚的安排跟報告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包括住在中國要注意了 在臺灣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很小 這個選手大部分都有打滿3劑疫苗 然後去印度也是高規格防疫 不過好像是 擋不住病毒 我們怎麼看這部分 沒有 就我常常在講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這個防疫沒有辦法靠一兩種方法 就保證你絕對不染疫 那當然染了疫之後 我們後續的照顧要把它 做好 很難 在各地方 臺灣是 就有特殊的足跡 特殊的接觸 那就染疫的 可能性大增 那但在國外 幾乎是病毒是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才把世界其他區域都列為我們 三級的風險區域 那也勸告說沒有必要 盡量不要出國